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这是我的订婚宴,因为冯浩家庭经济不好, 所以,她说订婚宴一切从简,就双方父母吃个饭就好, 我便没有拒绝。 可餐桌上除了我的家人外,冯浩家那边就只有她一个人。 因为父母离异,冯浩从小就艰难地在两边家庭里讨生活, 但是订婚宴,她的父母好歹也该派个代表出现吧。 我的内心五味杂陈,说不出有多失望。 我爸也很不满意,严肃地说道,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结婚这件事是不能马虎的。 坐在旁边的周阿姨连忙附和道, 对,到时候婚礼可不能这么简单了呀。 我父亲有个工厂,她一直都在厂里忙着。 三年前,母亲生病去世后没多久, 她就和她的秘书周易组合了新家庭。 尽管我知道这中间有故事, 但这是我父亲的人生,我无权做主。 不过,不喜欢这个阿姨也是我的权利。 现在,她以母亲的姿态参与了我的婚礼。 我不高兴,雨气冰冷,我们没打算举行婚礼。 爸爸不悦道,小雅,婚礼还是要有的。 这是传统,不能丢,还有彩礼。 听到彩礼二字,冯浩眼神闪过一抹难堪。 叔叔,这彩礼。 她连生活都困难,怎么可能拿得出彩礼来? 我反问,爸爸,你和周阿姨在一起的时候, 你给了多少彩礼? 她又给了多少陪价? 周易阿姨比我只大了七岁, 却比我爸小了足足二十二岁。 他们在一起,说是出于爱情, 我是不相信的。 果然,我爸脸色一下就不好看了, 他舍不得冲我发火, 却横眉冷眼地看着冯浩。 婚礼的钱,我们加出, 陪价市中心一套房子, 外加一辆三十万的车子, 你回去和你家人商量一下, 彩礼出多少。 丢下这句话, 我爸气哼哼地转身就走。 周阿姨略显尴尬地看着我, 小雅,你爸爸身体不好, 你何苦这么气他呢? 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得了吧,周姨, 我冷冰冰地讥讽他, 你也知道我爸身体不好, 还搞那么多补药给我爸吃, 你要是嫌弃, 我爸年纪大, 当初就不应该嫁给他。 自从我爸和周易结婚之后, 就不停地吃各种补品, 周易说是为了我爸身体好, 可是要三分毒, 吃这么多, 我总觉得不妥。 周阿姨显得有些尴尬, 垂眸看了我们一眼, 窃窃地低下头去, 我没有, 我。 看到他一副白莲花的样子, 我就来气, 别解释了, 你安了什么心, 自己心里清楚。 我爸不在, 我就直截了当地对了回去。 我以前没和冯浩说过家里的情况,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事, 有些不知所措, 只是他还没开口, 周易柔柔弱弱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小冯啊。 我去看看小雅爸爸, 你好好和小雅聊聊, 他就是这个脾气, 你别往心里去啊。 冯浩忙不迭地点头, 我知道的阿姨, 小雅就是嘴硬心软。 周易连忙拿了衣服荷包, 蹬着七厘米的高跟鞋, 婀娜多姿地走了。 你阿姨说话那么温柔, 你干嘛对他话里带刺啊? 周易走后, 冯浩转头问我, 果然, 男人对这种白莲花 没有鉴别能力。 你懂什么? 他不是好人。 算了算了, 你不了解他, 以后见到他少跟他说话。 本想臭骂冯浩一顿, 又觉得他并不清楚我家的事, 骂他反而显得我无理取闹了。 被我吼了这么一嗓子, 冯浩无奈地怂怂肩, 哄了我几句, 此事就作罢了。 爸, 冯浩对我很好, 我嫁的是他这个人, 又不是他的家人。 他父母不靠谱, 可是只要他对我好不就行了。 况且他也答应结婚后跟着我住, 你也不用担心我婆媳关系处理不好了。 第二天晚上回家, 我就和爸说了这件事。 我爸叹了口气, 算了, 你这个脾气, 我就是担心你嫁出去吃亏。 他愿意跟着你住也好, 只要他对你好, 爸爸就放心了。 虽然订婚宴上冯家人没有出面, 可毕竟血浓于水, 我爸看在我的面子上, 最后还是认可了这个准女婿。 你先搬回来住吧。 我让人把你市中心的那套房子 从新装修一下, 当你们的婚房。 本来想说不用的, 可我看到送水果来的周易 嘴角僵了僵, 存着给他添堵的心思, 我立即改口。 好, 我明天和冯浩就搬过来。 周易的眼角跳了一下, 我心里就更加开心了, 甜甜地挽着爸爸的胳膊, 爸爸真好。 我爸顿时眉开眼笑起来, 你呀, 他拿手指头戳了戳我的脑袋, 那个冯浩一看就没有钱, 彩礼他家估计也拿不出来, 但是彩礼是女孩子的脸面, 不能不给。 明天我转五十万给你, 你自己看着办。 谢谢爸爸。 周易把切好的水果拼盘 往我们面前移放, 来吃水果, 你们父女俩关系好的真让人嫉妒, 小雅什么时候搬回来。 明天我和冯浩一起。 这么快, 周易脸上一僵, 继而堆满笑, 我这就让人把你们的房间收拾出来。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我爸低声道, 周易对你挺好的, 你别有事没事就惹他生气了。 昨天他回来难受了很久, 说你不喜欢他。 前脚对了他, 后脚他就去告状了。 爸, 他只比我大七岁, 你让我叫他阿姨, 不怕把他喊老了吗? 你这丫头, 我爸完全拿我没有办法, 宠溺地拍着我的手。 你这个脾气, 我要是不在了, 你可怎么办哦? 你别胡说, 你要好好地活着才能保护我。 要是哪天你女婿欺负我, 你也能狠狠揍他, 好替我出气。 我爸被我逗乐了, 好, 爸爸答应你, 冯浩要是敢欺负你, 我一定打断他的腿。 第二天下午, 我和冯浩就搬到了我爸在郊外的别墅。 这里环境很好, 就是上下班远了一些。 晚饭的时候, 周易拿了一把车钥匙出来, 你们搬过来上下班不方便, 我给你们买了一辆车, 你们出行也方便些, 就是别嫌弃车不好啊。 他话对着我们说, 却笑盈盈地看着我爸爸。 我爸赞许地点点头, 还是你想得周到。 这就对嘛, 一家人就是要和睦相处。 车自然是好车, 我现在搬过来了, 周易要讨好我, 不会在这些地方上省钱。 可我不喜欢周易, 所以他做的一切事情我都看不顺眼。 冯浩却显得很是欣喜, 躺在床上, 还不停地妈撒着车钥匙。 我真没想到能亲自开车上班。 他忽然转头看着我, 眼睛里直冒星星, 你这个周易想得真是体贴周到, 居然还给我们买车。 我刚上网查了一下, 这车五十多万呢。 还有, 刚才他还跟我说, 让我不要见外, 有什么需要就告诉他。 说着他跳下床, 拿了一个提包来, 里面装得满满的, 有硬迹的衣服, 还有睡衣。 这是他刚刚给我们的, 还说时间仓促, 准备得不齐全, 让我见谅, 他又拿出手机, 微信里面全是周易 给他推送的衣服链接, 这是他推送给我的, 说如果我喜欢, 他就下单。 冯浩叙叙叨叨地说着, 全然没看到, 我脸色越发地难看。 小雅, 我觉得你是对他有成见。 他这么年轻嫁给你爸爸, 还没有自己的孩子, 你觉得他另有所图, 心里不舒服正常, 可万一他真是因为爱情呢? 现在像他这样的好女人, 不多见了。 这么短时间, 你就和他加了微信了呀。 他是你阿姨, 以后我们结婚了, 也就是我阿姨了, 大家都是亲人, 加个微信也没关系吧。 不过, 你阿姨品味不错, 他推荐的这些衣服除了贵, 还真好看。 听到他不停地夸赞周易, 我气得不行。 周易这个女人, 简直好手段啊, 才一顿饭的功夫, 连冯浩都收买了。 因为单位安排, 刚搬过来, 我就出差了一个月, 回来之后的当天, 我就发现冯浩有些不对劲。 半夜睡醒, 听到他在旁边轻轻地叹气, 一副患得患失的模样, 我就把这是告诉了闺蜜。 他把冯浩的朋友圈截图发给了我, 说他最近像一个春心萌动的小青年, 天天在朋友圈商春悲秋, 爱情不应该被身份所制固, 爱是缥缈的东西, 可是相遇了。 我就知道是你, 看着这些肉麻的宣言, 我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可我翻冯浩的朋友圈, 并没有看到这些内容, 他竟然把我屏蔽了。 我感觉有些奇怪, 找了个机会, 问他为什么屏蔽我。 他很紧张局促, 声音越说越低, 不敢看我。 小雅, 我, 前些天, 你爸爸问我彩礼的事, 你知道的, 我家根本拿不出来这钱,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连彩礼都没有, 我担心, 我们还能不能结婚啊。 原来, 他是对即将到来的婚姻, 忐忑不安, 又怕我多想, 所以才故意屏蔽我的。 彩礼的事你放心吧, 我爸早就让我准备好了。 我宽慰着他, 却见他仍旧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我爸说了, 等新房装修好了, 我们就筹备婚礼, 到时候我们就搬出去自己住。 搬出去, 这本就是早说好的事, 可冯浩显得很惊讶, 但他随即又露出一个笑容来, 这样也好。 为了能早日搬出去, 我一直催促着新房装修的施工队, 好不容易房子装好了, 我爸却出事了。 那天, 一切一如往常, 吃过早饭之后, 我还跟爸爸说房子装修好了, 过些日子就搬家。 可就在上午十一点的时候, 我接到了我爸秘书荣叔的电话, 小雅, 你来一趟殡仪馆吧, 你爸爸他。 殡仪馆三个字, 像是一道响雷, 在我脑海中轰然炸开。 我马不停蹄地奔赴过去, 就只看到父亲一动不动, 躺在太平间冰冷的铁床上。 我的眼泪汹涌绝滴, 周围人说什么都听不清楚, 我只是用力握着父亲的手, 让他起来。 爸爸, 你怎么睡在这里? 你快起来, 你别睡在这里啊, 爸爸。 我的哭吼让周围的人都红了眼眶, 就连荣叔也大声地醒了一下鼻子, 然后安慰我。 小雅, 你爸他是突发心脏病, 他走得很快, 没有, 没有痛苦, 你别这样, 你爸看了会难过的。 心脏病。 从我母亲去世之后, 我就一直担心我爸的身体, 每年都会督促我爸爸体检, 可从未听说过他有心脏病。 我脑子里嗡的一下, 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个结果。 这时, 周一走过来, 小雅, 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你爸爸走得这么突然,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跟了你爸这么多年, 他对我是真的好, 是我唯一的依靠啊。 他带着哭腔说着, 手里捏着纸巾的一脚摁在眼角, 可这样轻柔的动作, 只是怕弄花了自己精致的妆容。 一个伤心欲绝的人在这种时刻, 还能在意自己的形象。 看到他这样的动作, 我眼里闪过一丝极端的厌恶。 他也发现了, 尴尬地咳嗽几声, 对着荣书道, 现在老沈去得这么突然。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沈家就剩下我和小雅了, 余下的事也只有辛苦你们多帮忙了。 荣书跟着我爸爸很多年了, 是我爸最信任的人。 健壮, 他郑重地点点头, 这是我应该做的。 不过, 小雅, 你别太伤心了, 你得为之后的事考虑啊。 荣书又劝了我一阵, 言语中似乎想要提示些什么, 可我始终沉浸在悲痛之中, 什么都来不及多想。 父亲的骤然去世, 让我只觉得心里某个角落缺了一大块。 可随即而来的事却让人如遭雷击。 回到别墅, 却发现别墅原本空旷的客厅此刻堆满了人, 有公司的财物, 还有一些不认识的, 不过其中有个中年女人我认识, 她是周易的妈妈, 五十多岁, 粗壮有力。 其中一个穿着笔挺黑西装中年男人, 先一步走到我面前, 他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 沈小姐, 我是罗兆华律师, 这是我的名片, 是这样的, 你父亲之前在我这里存了一份遗嘱, 现在按照规定, 我是来宣读遗嘱并执行的。 遗嘱, 我看着他, 我从没听我爸说过遗嘱的事。 罗律师用公事公办的语气说道, 这个我不太清楚, 遗嘱在这里, 我们的工作也是秉持着专业进行。 我紧了紧眉头, 隐隐感觉到事情有些蹊跷了。 罗律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密封的文件袋, 他拿到我面前。 您先过目, 这个文件带上封口, 是你父亲亲手封闭的, 封印上有你父亲完整的纸印。 我看着红色的塑封腊泥, 上面布满着纸印, 看着似乎是这么回事。 罗律师当着我的面, 拿材刀切开封口, 拿出文件来当着众人的面宣读。 以上就是遗嘱的内容。 罗律师说完最后一个字, 我愣住了。 因为除了城中心的那套公寓之外, 我父亲名下所有的存款, 房屋, 店面, 还有公司的股权, 全都留给了周易。 我整个人发懵, 全然不敢相信这封遗嘱的内容, 可文件最后一页上面的署名, 的确是我爸的名字, 还有他摁下的红色纸印。 荣书皱紧眉头道, 这不太可能吧, 沈总怎么会一毛钱都没给小雅留下? 小雅可是他唯一的女儿, 说着他邪逆了周易一眼。 沈红是周易的老公, 他把钱全部留给自己的妻子, 有什么不对? 女儿? 他女儿这么大了, 有手有脚的, 还要啃老, 周易身边的一个中年女人, 尖着嗓子叫嚣起来。 就是, 男人把钱留给老婆, 天经地义的。 周易妈妈眼中隐藏不住的喜悦, 小姑娘长得水灵灵的, 一脸聪明样, 怎么还惦记着老人的钱啊? 你爸爸把钱留给你后妈, 难道不应该? 我家周易跟着你爸爸那么多年, 现在年纪轻轻地就手寡了, 他不该得些傍身钱啊。 我内心无比悲愤, 可还是不敢相信面前的一切, 我爸不可能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你。 周易嘴角始终往上扬, 听到这话, 反问道, 小雅, 不是所有都给我了。 你爸爸不是还给你留了一套房子吗? 对了, 上次他还赚了五十万给你啊, 这些不是钱吗? 他转身看着我, 整个人趾高气扬, 如同胜利者。 你爸爸把大部分财产给了我, 这是事实, 不过, 这也是你爸爸的用心良苦。 他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激励你, 他能够白手起家, 拼搏出现在的身家, 你是他的女儿, 就应该向他学习。 他竟然以长辈的口吻, 教育起我来。 我被噎了一下, 整个人因为愤怒颤抖起来, 荣书听不下去了, 周易, 你对小雅客气点。 周易转头看着荣书, 眼神轻蔑, 荣书, 以后公司是我说了算, 你都一把年纪了, 该退休享清福了, 老沈在的时候, 养着你们这些老人不做事, 可我没他的本事, 养不起这么多闲人。 荣书气得哆嗦, 指着他正要开骂, 这时冯浩从外面冲了进来。 我以为他是来帮我的, 却没想到他 直接站在周易身前, 像是一个护花使者, 你要干什么, 一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 冯浩, 我喊了一声, 指着周易, 是他欺负我才对。 冯浩为难的脸色转瞬即逝, 依旧护在周易面前, 小雅, 你阿姨他不容易, 你何必这么为难他。 周易迅速给他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 低声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 冯浩像是一只听话的喀巴狗, 用力地点头, 眼神带着讨好的神色。 片刻之后, 他转头对着我道, 小雅, 这个别墅是周易的, 你爸爸既然留了房子给你, 你就搬过去吧。 我脸色铁青, 这是我家, 我哪儿都不去, 这些人居然想把我撵出去, 不能够, 这以前是你父亲的家, 可你父亲走了, 他还留了遗嘱, 把房子给了你周易, 以后就是他的了, 做人要厚道, 你还不赶紧走。 我完全没想到冯浩帮着周易说话, 电光火时间, 那些屏蔽, 我的朋友圈内容, 全都涌入我的脑海, 我顿时全明白了, 原来他之前发的那些肉麻内容, 是为了周易, 他爱上了周易, 我目光灼灼, 一瞬不瞬地盯着冯浩, 你什么时候跟他勾搭上的,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冯浩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他嘴角抽搐几下, 眼神躲闪, 不敢与我直视, 可是随后又恼羞成怒, 冲着我吼道, 你瞎说什么, 别血口喷人, 吼完还心虚地 往周易那里看了一眼, 这一眼明显就是 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周易冷笑, 小雅, 你赶紧收拾东西走吧, 需要我帮你联系搬家公司吗? 话音一落, 他身后的那些周家人 嚷嚷起来, 还跟他啰嗦什么呀, 直接把他撵出去, 就是了, 他爸爸把这别墅都给你了, 你就是主人, 和他客气什么, 这些人简直是土匪, 我爸前脚刚走, 他们后脚就要把我撵出去, 荣书也没想到 这些人撕破脸得这么快, 一时气急, 捂着心口, 脸色发白, 还是强撑着站在我面前, 他是老沈的女儿, 老沈尸骨未寒, 你们敢这样, 对他女儿? 关你什么事, 老东西, 这在里爱手爱脚的, 这里现在姓周, 你算老几, 没你说话的份, 给我滚开, 周家一个年轻人, 挽着袖子, 想要过来推丧, 荣书气得不行, 拿出手机, 你们敢动手, 我就报警, 现在房本上 户主一栏写的 可是姓沈, 什么姓沈, 这是我女儿的房子, 你们给我滚出去, 周一妈妈一下跳出来, 伸手就挠过来, 荣书一个不慎, 脸上顿时出现三道抓痕, 周妈妈一动, 其他周家人 也都跟着动了起来, 就要把我和荣书 给推出去, 混乱中, 荣书怕我吃亏, 一直挡在我面前, 而冯浩就在旁边站着, 看到我被人欺负, 他竟然无动于衷, 那一瞬间, 我忽然清醒起来, 这些人这么迫不及待地 要把我撵出去, 一定有什么原因, 莫非我父亲的死有蹊跷? 我立即拿出手机, 开启录像功能, 对着他们一通拍摄, 一面拍一面喊道, 我已经开始录像了, 就算有遗嘱, 也不能强行赶我走, 除非你们做贼心虚, 视频我会让朋友 帮我交给警察, 这些都是证据, 周一眼角一抽, 忙道, 大家有话好好说, 都是一家人, 何必去惊扰警察呢? 况且, 律师不还在这里吗? 有问题他能解答呀? 我没说话, 继续看着他表演, 小雅雅, 你爸爸既然都写了遗嘱, 这就是他的遗愿了, 我也不好违背, 这样吧, 我给你半天时间 收拾东西好吧。 周一开口了, 其他人有些不悦, 被他一个眼神 给震住了。 正是这个令人 很是玩味的表情, 让我从父亲去世的悲伤之中 骤然清醒过来, 这件事一定有猫腻。 冯浩立刻接口道, 对对对, 小雅, 你看你阿姨对你多好, 换成其他人, 早就把你东西丢出去了, 你要收拾什么, 我来帮你。 他说着就要过来, 现在看到他就觉得无比的恶心, 我沉着脸道, 不用了, 既然我爸爸有遗嘱, 我遵循他的遗愿。 听到这话, 我看到所有人包括周一, 还有那个律师在内 都松了一口气, 只有荣书一脸愤怒和震惊。 我拍拍他的手, 用眼神宽慰, 转头把在场每一个人的表情尽收眼底, 道。 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收拾的, 不过, 书房里有我和我爸爸的合照, 那些东西我要拿走, 其他的东西我都可以不要。 见到我在所谓的遗嘱面前, 已经认命了, 他们也不会多说什么。 我往楼上走去, 周一不放心, 特意给冯浩投去一个眼神, 冯浩想了想, 赶紧跟着我。 我末地回头, 凌厉地歪了冯浩一眼, 历声道, 你算什么东西, 轮得到你来监视我。 滚。 有我这话, 荣书立马站在我身后, 把冯浩和众人隔开。 别欺人太甚了。 我快步进去书房, 直到身后的声音淡去, 我才背从中来, 眼前模糊一片。 可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这里面有鬼, 他们迫不及待地 想要把我撵出去, 就是怕我查出什么来。 我得跟时间赛跑。 书房里被打扫得很干净, 我找了一圈, 实在是没有什么破绽。 我坐在书桌前, 拉开抽屉, 里面的东西摆放得 功功整整。 看到这些, 我冷笑一声, 我爸是个不拘小节的人, 他抽屉里的东西 一向都是随意摆放的, 收拾得这么整齐, 一看就是被清理过的。 桌子上有一个台式电脑, 不过, 这台电脑有些旧了, 几乎不怎么用, 常用是一个笔记本电脑, 但现在笔记本电脑却不在。 门口有脚步声传来, 我抬头看过去, 周一抄着手已在门口, 什么话都没说。 就这么冷冷地看着我, 我爸的笔记本呢? 我以前有照片存在里面, 很不巧, 坏了呢, 他微微一笑, 现在他连悲伤都懒得装了, 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坏了我可以自己去修。 他摇摇头, 早就丢了,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就算找到了电脑, 里面的东西也都丢了。 抱歉啊, 实在是帮不上你了。 拿出来, 如果你不交出来, 我就报警了。 笔记本电脑应该是关键。 我一瞬不顺地盯着周一, 见我寸步不让, 他沉宁片刻, 冷哼一声, 对着身后说了一声, 把东西给他。 冯浩站在他身后, 贼眉鼠眼的样子, 手里拿着的正是那台笔记本。 我忽然就笑了。 原来当一个人受到强烈刺激之后, 只会变得更清醒, 看东西也更清晰。 我看着在周一身后 躲躲闪闪的冯浩, 果然, 只有太阳和人心是不可直视的, 对吧? 冯浩。 冯浩是学电脑的, 如果电脑的东西 是他帮忙删除的话, 我还真找不回来了。 接过笔记本, 果然里面被删除得干干净净的。 我啪的一声合上电脑, 愤怒地冲着他们吼了一句, 滚出去, 别妨碍我收拾东西。 说完, 我转身去打开书柜, 里面有很多影集, 那些都是我和父亲的回忆, 看到我真的在收拾照片。 周一看了一会儿, 觉得在手下去没有必要了, 同时律师叫他去签字, 他就下去了。 周一一走, 冯浩被我伶俐的眼神 看得如坐针扎, 也待不下去了。 书房没人之后, 我连忙打开了台式机, 这台旧电脑 是我母亲在的时候买的, 就算很旧, 运行速度很慢了, 我爸都舍不得丢, 放在这里全当念想。 因为这台电脑里面有很多照片, 我就特意注册了一个账户, 把这台电脑和笔记本账户 串联在了一起。 笔记本里的东西 的确被删除了, 但同时我也注意到了, 之前注册的那个账号还在。 也就是说, 他们删除的笔记本里的东西, 我能够在台式机上找回来。 我快速连接账号, 台式机开始运作, 很快我发现了一些东西。 浏览器上显示的搜索记录, 一条一条, 让人触目惊心。 什么样的中药药性相反容易致人猝死? 中药十八反的后果? 什么中药不能同时服用? 看到这些搜索记录, 我只觉得写一下冲上大脑。 之前周易拿了那么多所谓的补药 给我父亲服用。 想到这里, 我不寒而栗。 听到楼梯上响起脚步声, 我立马退出账号, 关上电脑, 拿起一叠影集急匆匆地下楼。 在楼梯上, 又遇到周易上楼, 我居高临下, 恨不得一脚 把他从楼梯上踹下去。 但是, 为了这种人, 陪上我自己不值得。 尽管我全身都在颤抖, 却还是竭力控制着。 周易, 书房里还有很多影集, 我一次性拿不了那么多了, 剩下的我都放在桌上了, 我明天会再来拿的。 我扬了扬手里的手机, 门我已经锁了, 密码也换了。 你最好别乱动, 我已经拍照了, 谁要是敢乱动书房里的东西, 你敢保证你没那么容易继承我爸的东西。 我刚刚咨询过律师了, 我就算是打官司, 也能拖你个一年半载, 就算我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也能恶心死你。 你, 周易嘴角抽了抽, 猛地回头看着他的律师, 以眼神询问我的话, 罗律师微微点点头。 他很不耐烦地道, 好, 我再给你一天时间。 离开别墅之后, 我立刻让荣书带我去银行。 荣书愤怒地道, 小雅, 这个时候去银行做什么呀, 那个女人一看就是早有准备的。 我们应该去想其他办法。 不, 就去银行。 我来不及跟荣书做过多的解释, 因为现在我必须要何时间赛跑。 到了银行, 我拿着我爸的身份证和他的银行卡 直接在柜台上打出了银行流水来。 之前我爸说, 要转五十万给我当彩礼。 不过, 因为第二天我急着出差, 所以当天晚上在书房里, 我爸就直接把银行卡给了我。 当时, 我爸无意中说了一句, 这卡有张付卡, 你周一再用。 如果周一要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他不可能用自己名下的卡, 因此他一定会用我父亲的这张付卡 才对。 果然, 看到银行流水, 我还真发现他拿我爸的银行付卡 买了很多药性相反相冲的药。 拿着这些药物清单, 我立马找到一个老中医询问。 老中医戴着老花眼镜皱紧了眉头, 姑娘, 这些药可不能乱吃的呀。 比如, 这两味药要是放在一起, 刚开始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时间一久就会伤肝。 还有, 这几味药对心脏会有极大的损害, 绝不能同服, 更不能长期服用, 否则。 我艰难地吞了一口口水, 否则怎样? 我这样跟你说吧, 这两味药入在一起是有微毒的, 如果大剂量长时间服用, 毒素会在心脏累积, 对身体非常不好。 一旦有什么诱因, 后果不堪设想。 换句通俗的话来说, 这几味药拼在一起就是杀人的毒。 从中医院出来的时候, 我的耳朵里嗡嗡直响, 医生的话反复地在我脑海中回响。 如果医生的话是真的, 那么我父亲的死就是周易有心为之的。 我的手控制不住地颤抖, 荣书见我脸色不好, 小雅, 你这怎么了? 我反手一把握着荣书的手, 上下牙齿都在打架, 勉强才问道, 荣书, 你知道我爸出事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吗? 当时你爸在公司开会, 突然接了个电话, 就急匆匆地赶回家。 没多久我就听到你父亲的司机打电话来说他心脏病发作, 120来的时候, 就已经不行了。 爸爸为什么突然要回家? 我不知道。 荣书,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帮我查到我爸当天的所有电话记录, 还有监控, 小区的监控。 如果真是那个女人做的, 那么她现在一定会把所有的证据销毁, 我们要赶快。 我看着手机, 此刻已经下午三点了, 距离我父亲出事已经过去半天时间了, 可是我却感觉时间像是流沙一般在我面前掠过。 荣书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立刻与我分头行动, 而我则直奔警察局。 一个小时后, 荣书从别墅无功而返, 尽管我的反应已经够快了, 可周易还是筹备周全, 别墅那边的监控又很是巧合地被销毁了, 同时我爸的手机账号也被周易销毁了。 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 他说他当时不在家里, 是你父亲发病之后他才赶到的。 听到这话, 我冷笑一声, 他以为把我爸的电话注销就行了, 我可以去查他的号码呀。 还有小区监控没有, 可是外面不是有很多商铺和店面, 那些店面也有监控的, 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荣书恍然, 你确定要做尸体解剖? 看着我在警察局 签下了尸体解剖同意书的时候, 荣书无比地震惊, 我一定要查出真相。 我把银行流水, 中药采购的清单, 还有电脑搜索记录, 以及提取到的所有的监控视频, 全都提供给了警方。 周易以为删除了小区的监控, 就万无一失, 可他忽略了小区外面的监控, 有很多店面拍摄到了 他进入小区的时间比我爸要先一步。 看到我收集的证据, 警察很是重视, 不过, 现在必须要确定的是 我父亲心脏病发 是否是因为他利用中药投毒。 那么, 唯一能证明的方式就是解剖。 这一天, 时间过得很快, 却又显得无比的漫长。 我就这么坐在警察局外面的台阶上 等待解剖结果, 看着天色由暗再到天明。 身后的警察局的灯光照亮了我孤独的身影, 第二天一大早, 我终于等到了解剖报告, 负责我父亲案件的警察对我说道, 我们在你父亲的体内 检查到了积累的毒素, 案件已经正式定性成为了刑事案件。 接下来的是, 你就放心地交给警方, 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 不过, 我们也要谢谢你的配合, 你提供的那些证据是破案的关键, 如果时间一久, 这些证据就很容易缺失。 听到这话, 我有些站不住, 身体从里到外 全都透着寒意, 但是目光却依旧清明。 拜托您一定要为我父亲的死昭雪。 从警察局大门走出来的时候, 阳光一下穿破了厚厚的云层, 金色的光芒照耀大地, 落在身上, 如同父亲的温暖的怀抱。 爸爸, 你在天上看着吗? 您请放心, 天网灰输而不漏。 我在附近找了个酒店洗漱之后,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重新回到了别墅。 到了别墅, 远远地就听到周家人的欢声笑语。 姐, 以后这个大房子 还有那么大一个公司, 全都是你的了。 还有, 冯浩, 以后我是不是该改口叫你姐夫了? 周易弟弟的声音 隔着门也能听到。 冯浩笑着说道, 别别别, 周姐那么好, 我怕我配不上。 哪儿的话, 你年轻有为, 我姐温柔漂亮, 配得上配得上。 他们万万没想到, 我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杀到, 当我推门进去的时候, 正好看到他们嘴角上扬, 眼角眉梢, 全是按捺不住的喜悦。 你怎么来了? 周易脸色一沉, 冲着我就吼了起来。 我微微一笑, 往旁边侧身一闪, 身后的警察立刻上前, 明晃晃的手铐, 闪烁着亮眼的荧光。 周易吗? 我们是警察, 你涉嫌故意杀害沈红一案。 听到杀害二字, 周易脸色大变, 眼里有惊恐, 却物质强作镇定。 没有, 我没有杀人。 你们弄错了, 老沈, 他是心脏病死的,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是不是听了别人的假话误会了? 我们现在有足够的证据, 对你进行逮捕, 你有权保持沉默, 不过, 现在请你配合, 跟我们走吧。 周易还要辩解, 可是现在由不得他, 那些周家人健壮, 顿时就做了鸟兽散。 周易被带走了, 而我则一顺不顺地盯着冯浩身后, 淡淡地喊了一句, 爸爸, 你看到了吧, 周易会认罪伏法的, 你的仇我报了。 听到这话, 冯浩脸上的血色瞬间退进, 他惊恐地往身后看了一眼, 双腿一软, 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连忙往我面前爬过来, 抱着我的腿, 小雅, 你爸爸的死不能怪我呀, 那天, 我没想到他会突然回来, 都是周易, 是他, 是他说, 你爸爸死了, 他就能继承所有的财产了, 你知道的, 我穷怕了, 所以, 那天我让荣书收集小区周围的监控时, 除了看到周易之外, 还看到了他手边挽着的冯浩, 案子经过警方调查之后, 还原了全部的真相, 周易为了我爸爸的遗产, 买了慢性毒药, 可最后却差一个诱因, 而冯浩就是那个诱因, 那天, 他故意通知我父亲回家, 然后当着他的面跟冯浩鬼混, 在周易的言语刺激下, 我爸情绪激动, 诱发了心脏病, 我爸倒下后, 周易便让冯浩先离开, 而他生生等着我爸断气, 才通知救护车, 而那所谓的遗嘱, 也是周易在之前灌醉了我爸, 用甜言蜜语哄骗他签下了空白的文件, 然后再串通好了律师做的假遗嘱, 因为他涉嫌杀人, 依据遗产继承法, 他丧失了继承权, 周家人一毛钱也得不到, 庭审判决的那天, 我看着穿着牢服的他, 不过短短几个月, 他整个人像苍老了十几岁, 哪里还有往日的精致, 而他以后将只能在牢里 度过那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了, 有时候失去自由比死亡更让人绝望, 看着他的下场, 我只有一个感慨, 多行不易避自闭, 而冯浩因为并没有直接参与 我父亲死亡的这件事, 所以在看守所待了几天之后, 他就被放了出来, 他在公司拦住我, 当着众人的面跪在我面前忏悔, 小雅,求求你原谅我吧, 我真的只爱你一个人啊, 看着他痛哭流涕的样子, 我忽然觉得讽刺, 他怎么有脸还来求我原谅, 还想着和我复合, 这人莫不是脑子有病吧? 我懒得搭理他, 容疏健壮, 早就挽起袖子, 直接把他给丢了出去, 外面下过大雨, 积水颇深, 汽车驶过时, 泥泞的脏水见了冯浩一头一脸, 脏水配脏人倒是般配得很, 几个月之后, 容疏兴高采烈地拿着手机来找我, 小雅, 你看看这个视频, 上次的事, 冯浩没得到惩罚, 让容疏很不服气, 就一直关注他的消息, 结果, 还真让他看到了, 视频是一个男人, 跑到一个整容医院门口闹事, 那个眉眼看着有些扭曲, 整容失败的男人, 我认真辨认了好久才发现, 竟然是冯浩, 原来他失去了工作, 又没有钱, 之前在我家, 周易让他享受到了奢侈的生活,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他过不了贫穷的日子, 便想找个有钱的富婆, 继续过自己奢侈的日子, 可他的模样实在是没有吸引力, 便想到了贷款去整容, 却没想到碰到了一个不靠谱的整容医院, 结果因为整容失败, 眼睛一个大一个小, 鼻子也塌了, 现在瞅得根本无法见人, 他想找记者来帮自己维权, 可那医院本来就是三无医院, 医生早就写款跑了, 活该, 这就叫做恶有恶报, 看到冯浩的结果, 我忍不住笑了笑, 道, 好了, 荣书通知各部门经理半个小时后开会, 我拿着厚厚的文件走向会议室, 开创着我的事业, 拼搏着属于我的美好明天, 我猜不ąż会议室, 对谁说 89, 感谢观看